加班日誌 帶你認識同志的大小事 本集為雙語製播 Junior的回答 將由我為大家進行翻譯 加班日誌 帶你認識同志的大小事 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以下收音到的是 輕鬆電台FM96.9 天空的維哈妹C 上一集呢 我們帶了大家 搶先認識了酷蓋爸爸的家 那大家如果有 繼續看下去的話 未來啦 你就會看到 兩位男主角 Damian跟杰莉 一起走上街頭 參與全亞洲 最大的LGBT集會活動 這是台北同志大遊行 沒錯 那就是透過導演的鏡頭 你就可以發現 哇 各色人種 還有就是各個國家 不同的性別的人 都會在台北的街頭上面 去展現自己 對於性別的友善 對 我覺得這也是導演 替我們預告了 這一集的內容啦 沒錯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 就是跨國同志伴侶在台灣 讓我們先歡迎 本集的大來賓 Josh跟Junior 請兩位跟聽眾朋友 打聲招呼吧 哈囉 我是Josh FJR3的Josh Hi 我是Junior 在台灣 幾乎九年 他在台灣已經住了 將近要九年了 九年了 沒錯 我們今天這一集真的是 真的變 international 變國際頻道 有嗎 就來得給外國人而已嗎 我們難得的使用了 英文這個功能 然後大家也可以發現 未來就是 我們在談話過程中 如果有一些英文的退化 就是代表著 年紀也到了啦 年紀增長了 我們沒有使用 就真的會退化得非常快 不過沒關係 我們今天有準備了一個翻譯小助手 對對對 待會大家如果聽到這個提示音 就代表著這是翻譯 沒錯 那我們也先快速的 先跟收聽廣播節目的 聽眾朋友們 簡介一下Josh跟Junior 那習慣用Podcast收聽的聽眾朋友們 如果想要直接進入正題的話 記得自己快轉這一段 Josh Josh 畢業於台北體院 是一名專業舞者 出演過眾多藝人演唱會 例如蔡依林 蕭雅軒 楊成林等等 在2017年 跟好友夫婦 創立YouTube頻道 FJ234 訂閱數約35萬 是台灣同志指標性的 網路節目 Junior 來自台灣邦交國貝里斯 貝里斯是位在中南美洲的 基督教國家 官方語言是英語 2015年 在台工作的Junior跟Josh 相識之後交往 今年已經邁入第六年 那首先呢 我們還是要先恭喜 兩位的愛情長跑六年了 6年 我覺得其實這是 可很令人驚豔的事情 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我最常的戀愛就是半年 我三個月 最後講了三個月而已 對對對 我跟同一個人 就是重複過聖誕節 過了六次的心情是什麼呢 都一樣開心啊 都一樣開心嗎 對 He asked me if like we passed six Christmas together How do you feel? Bored Bored 就只有他會覺得無聊 Are you a little bit boring about that? Not really I enjoy the holidays because he gets me gifts Yes 我們都會互送一萬多塊的東西 Oh 而且好像隨著就是你們的交往的年限 你們禮物的金額也越來越高 對 我覺得這就是長久的戀人關係一定要有的一個 新鮮感建立在禮物的價值必須越來越高 已經六年了 那總是會思考到說 結婚啊 或者是什麼什麼的 結婚那是一定會的啊 但是因為他現在國籍在貝比斯 所以台灣的法律也是不能結婚 所以沒有考慮到那麼遠 但是當下通過的時候 以為我們是可以結婚的滿開心 但是後來才知道 原來法律沒有通過這一條 所以是沒辦法的 有點傷心 但退下兩岸可能是逃過一劫 可以暫時先不要結 好險 對 但是我交往那麼久了嘛 然後跟他有時候我閉上眼睛 會開始想到我們有一些畫面 比如說我們倆可能會牽著一個小朋友在路上走 但他每次都潑我冷水說 啊 你看我們交往這六年 我們從第一年開始交往就有養貓 那兩隻貓被你照顧得無微不至 你連貓都照顧不了 那怎麼養小孩 就他很常教我冷水 但是在我眼裡 在我的未來的規劃中 這是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對 那我們可以來請教一下Junior 對於這個愛情的想像 為什麼結婚還有點遙遠呢 Every time I want to marry but you don't want and I say When I close my eyes I see like we hold a child together and you say Ah you can't even feed your cat How can you want a baby Yeah that's true I don't really believe in marriage Or I have not seen him yet in that capacity where he can decide that he wants to get married 他的意思是 我還不成熟啦 He thinks being married is like having cats You just leave them there and you come back home when you feed them and I'm telling him No a relationship is more than just having animals and feeding them is like you gotta nurture it and be there constantly and daily and he's never there so he's like he has to put more effort 我觉得他对感情的想像 有点太狭隘 就是不是只有 养一个宠物 然后回家 喂他 这样就可以了 你还要照顾他 花心思去照顾他 所以我觉得 婚姻现在没有在 我的想象里面 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至少有在规划里头 I said eventually you'll marry me I said eventually you'll marry me 例如说 要去吃什么 然后等于就说 都可以啊 那不然吃这个好 就是很两难 但是如果他吃什么 他就跟你说 我要吃蛮类型的 啪 给你一个答案 这也是一个好事 我觉得外国人 是比较直接的 就是他把全部的情绪 都表现出来 例如说 他觉得这个很难吃 他就会跟你说 你怎么会带我来 吃那么难吃的东西 这太suck了 就外国人都会 很直接的讲 但对我来说 对我这个个性 我就是非常非常接受 因为我不喜欢别扭的人 有些我听到很多 男男精女都会说 怎么可能 外国人很难相处 好不好 他们太直接的 然后会伤你的心 但是我不是那种人 所以我才能跟他交往六年 而且代表说 其实你有一个 很强壮的心 跟你有自信的一个态度 对 其实我好像也有发现说 这个是不是可本影响 就外国人是不是喜欢 就是比较有自信的一个男生 I don't think it's confidence What is that? I think you just make things more interesting 因为我比较幽默的 所以我跟他在一起 每一天 我都会把他用得很欢笑 这样子 就是一些情趣的部分 那我想问你觉得说 交往六年代表 其实Junior也是刚刚有提到 待了超过六年 已经到九年了嘛 对 那你自己觉得 在这段期间 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被台湾人就是给 童话的 干嘛直接问他 先问你的意见 再问他的啊 因为我其实 就是顺着他 一起被童话的 我就是那个 跟他交往 然后才被童话的人 你是被被里斯化的人 对 那被里斯化有哪些部分 我也不知道 你问他啦 我认为 很多朋友们都是台湾人 所以 我更熟悉了 在这里的文化 然后当我第一次来到台湾 我有一家庭的家庭 所以他们能够 介绍我 和这个文化 和这个文化 这里 当我认识 他在台湾 他在台湾 然后 他不知道太太太 所以 每个人我去 我认为 我认为 他在台湾 他在台湾 因为 I like to travel and I like to go to different places I would ask him Can we go hiking or can we go here And he's like I don't know where this is I'm like are you not Taiwanese And you don't read the news Or something that would keep you up And he's never On that level where I can say oh pick a place It's like I'm always the one telling him Oh let's go here or let's do this So I think Pretty much I'm Taiwanese in terms of what I know But him Well I did introduce him to my friends here in Taiwan So he's familiar with them And he speaks mostly like 90 or 80% of the time in English in the house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是住在一个台湾人的家庭里面 所以那个家庭就介绍我认识台湾的文化 认识台湾的传统 那Josh呢虽然他在台北 但那其实对台北一点都不熟 然后其实是我带着他认识台北 我有时候会跟他说 我们要不要去这里爬山啊 然后他就说 这是哪里 我不知道这是哪里 然后或者是他可能也比较没有在看 当地的新闻 所以我没办法跟他说 你挑一个地方我们去约会这样子 反而是我比较能够带他认识台湾 然后我比较像是个台湾人 那当然就是 我也有把Josh介绍给我在台湾的朋友 那他们就是也有认识 那我们在家基本上有百分之九十 八九十都是讲英文 以上句句属实 I think whatever you say is correct Josh你严重 很严重 所以那时候是刚从中立来到台北了 没有那时候就台北很久了 因为我去台北大学啊 但我不知道什么 我就很像一个外国人 对任何事情来说 我不知道 可能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你不会想说 就是骑个摩托车 钻进小巷弄 然后去看一下这个城市的各种样貌 所以很说 我们刚在约会的时候 他就说 不管我们去什么湖好了 我说那是哪里 他说就在台北的一个地方啊 但我都没去过 很多 所以就认识他之后 他像我台北的导游一样 好像我是观光客 这样子 他爱台湾比我还爱 我觉得 那其实你们两个在交往前期的时候 有讨论到关于 就是忙碌这件事情 有 因为其实 就好是在那期间当舞者嘛 然后到处飞 飞广州啊 飞北京啊 然后又再飞到可能各个城市 那你们在这段期间 有怎么样去沟通 你们的情侣关系吗 有 我们两个因为这件事 大吵了很多次架 就是我们两个刚交往 直到第一年 然后因为我很常飞嘛 就是飞出去 然后他就会很生气说 你都没有时间陪我 那你还有什么感情 然后我也忘记我们解决方式是什么了 I just decided for him to do whatever he wants 他就让我去做什么事情 I do whatever I want It's like I see him in the house It's like 可是最后我还是会回到家嘛 但是因为这些事情 我觉得感情上一定要大家平衡 像例如说我很常飞去工作 但我就会赚钱 然后我就会回来 说开始弥补一些东西 用我赚的钱来弥补 比如说升级家里的东西 要是带他去吃东西 然后都我付钱这样子 我觉得自己要有一个意识 如果你要长跑的话 你要有意识去balance 任何生活上的琐碎的小事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感情长跑的话 而且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发现说 他们两个的角色 在我们对于跨国伴侣的 这个刻板印象中 是有点对调的 怎么说 就是反而是Josh很像外国人 就是又不知道台北哪里可以去 然后又到处飞出国 然后反而是Junior一直待在家里头 守在台湾 是没错 代表说跨国伴侣的相处模式 还是因人而异 大家不用特别去 就是你知道刻板印象化 因为有些人说 他比较击败 没办法因为他是外国人 我就说不是 他就是击败的人 很多人说 因为我男朋友是外国人 所以他比较怎样这样 我说不是 因为男朋友就是那样子的人 所以他就是那样子的 是人格问题 是人格问题 不是国籍问题 请大家要证明这件事 就像很多 这可以讲个偏题 就像很多人就会说 Josh你是狮子座 我说对啊 我是狮子座 他说 那你不像 那你就是比较 我不喜欢领导的狮子座 我说不是 我就是不喜欢领导 不是不喜欢领导的狮子座 你懂那个意思吗 就是跟我星座无关 对 我会讨厌别人说什么 你男朋友怎样击败 因为他是什么样的星座 我说不是 因为他就是击败的人 不是 因为他是什么样的星座 就是不要用太多的标签 去定义这个人 对 今天就是一层层 去标签化的过程 还有了解 他们两个之间 他们的家族 是怎么样交流的 那我们也先来听 第一首歌曲 我觉得这首歌曲 跟你们的 规防情绪有点相像 是 是来自Rupo的 CC.Walk 没错 CC.Walk 这首歌也是 他介绍给我的 所以你们是一起看 Rupo Drag Race吗 也是他跟我讲 有Rupo Drag Race 我才知道有Rupo Drag Race 哦 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来自Rupo的 CC.Walk Pick myself up 就是我自己唱 你要继续继续唱吗 好那我们也先 为大家介绍一下 Junior 好那我们也先 为大家介绍一下 Junior家乡 贝里斯 他是台湾现有的邦交国 而且他是台美断交后 在1989年 重新建立起来的邦交国 然后接着 他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 将男性的性行为合法化 而且通过了反歧视法 使得同志社群 是越来越庞大 在整个贝里斯里头 I'm a little surprised with the facts here because Belize's independence is in 1981 so I didn't know that we had broken relationships with Taiwan I think it probably happened because of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 and I think yeah recently I heard about the sodomy being the laws were too hars I guess it was because of we're still under the British system so what happened was I heard that one of the gay activists in Belize he was behind push for same-sex marriage and this was one of the first laws that was there to open up gay relationships in Belize but um I think he has done a great job in the sense that he has promoted this but I think that there's a long way to go because in Belize the situation is harsh in the sense that most crimes in Belize go unreported especially in gay relationships and um some crimes that are committed are never reported and uh if people find out that you're gay then there's um we don't care it's just one other person has died um 我有点惊讶 就是 我不知道 我们在1989年 所以有跟台湾断交过 因为我们1981年 的时候才刚独立 可能是因为换了政府 的时候有断交 但又重新 建立起邦交过 然后 在贝里斯 有一个 平权运动分子 叫做 欧罗兹克 然后 他呢 就是推动 要促进男同志的 平权 那他就推动了 在2016年 推动让英国系统上 留下来的基建法 出罪化 然后促进 大家的 呃 男同志的关系 正常化 但是 其实 现在在贝里斯的状况 还有点困难 因为就是 很多性犯罪行为 或者是犯罪行为 都还没有被通报 那 这些人 因为害怕出轨 那 呃 男同志 也还有很多 无名化 如果你把你的 身份公开了 然后把这些 犯罪行为 通报上去 那大家可能 也只是觉得说 那不就是 死了一条人命而已 这样子 这是比较困难 因为 好几次 我们刚刚讲完的时候 我就会说 那我去你国家玩 我就问他说 你国家有gay bar吗 他说他们国家 是有一个bar 但是就是gay回去 但是不能有人说 他是gay bar 但是只要有人 转进去那个bar 就知道 他有可能是gay 因为他们国家 是可以拿 吃枪的 你可能在路上 就会被枪杀 是 其实这个资讯对我来讲 是蛮意外的 因为当我在整理的时候 根据一些网路上的资料 他们说 贝里斯是 LGBT friendly的旅游国家 然后有很多的欧美朋友 会选择去贝里斯旅游 他应该是跟 就是南美洲的那些国家相比 对对对对 maybe 我想要回来聊一下 你们的这个 在台湾的生活 就是其实 Junior可能在2018的时候 有上你们的频道 还是会打一个 小小的马赛克的部分 当时是什么样的考量 让你们决定说 用马赛克的方式呢 是为了要出柜压力呢 还是可能是因为 个人隐私呢 我觉得你们都想太多 就是我不想让他露面而已 是这样子吗 那我真的想太多呢 你们是想太多的 纯粹是另一半的私信 我原本还想说 会不会其实是因为可能 因为他们的国家宗教是 有30%是基督教 都不是 OK fine 因为一开始 我这个影片出来 新技能说 你把Junior的连打马赛克 会增加点神秘感 然后大家会开始讨论说 那个是谁 老鼠上又有刺青 Oh my god 所以是James的提议是不是 James的提议 他们的前经纪人 为了增加讨论度而已 是的 但是我有看到你分享一些 你自己的个人心得 例如说 其实在台湾对于 这个种族的歧视 还是有的 是非常非常严重 可以跟我们聊聊 这一块大概是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 这一块就是有一次 我去Commander D 然后后来有一个人就跟我说 那时候我跟他交往 跟Junior交往 然后有人跟我说 他男朋友是黑人 我说对啊 他就说 可是那你们会接吻吗 我说诶 那当然会啊 我们两次情侣会接吻 他说 哦 是哦 那他会问你吃东西吗 他手会拿东西给你吃吗 我说当然会啊 什么问题吗 他说哦 因为我觉得他们手 永远洗不干净 真的很可怕 超级低级 他在追求什么 好怪哦 我觉得他应该就 故意要来气你吧 所以那次我非常惹怕 我想说 哇原来还有这种人哦 我觉得台湾对于 有色人种的歧视 其实是有的 大家有一种 白人至上的一个 种族主义以外 其实对于整个 东南亚地区的 这个新移民 或是非白种人 其实是不了解的 对对对对 而且自己家里的长辈 听到说 你可能跟马来西亚人交往 他就说 为什么要跟那个 或是为什么要跟印尼人交往 为什么要跟菲律宾人 就是他们来这边工作 是为了要找一个 可能台湾的定居生活 什么的 你这个假音维持了很久 好厉害 就这些你知道 长辈的声音 他们就是为了要 骗你的钱 你的钱 对 你有说过这样的质疑吗 我没有耶 我们家里都非常非常OK 我在当兵的时候 跟他交往的 因为那时候 我在当兵的时候 是在公馆当兵 然后那时候用交友软体 然后发现他 然后他的秘密 我好几次我都没有回 然后最后一次我才回 第三次 后来去了他的家里 他发现 他人其实蛮好的 你最后为什么会回 他说算了你们无聊 加上 这就是三顾毛驴的概念 他第三次message me 我就回这样 他留背 然后后来交往的时候 我就跟我妈讲 我妈说 我知道 因为非常非常明显 就是我在IG poll的 第一张 我跟Junior的合照 我妈就说 不用讲 就知道脑不好 这个故事呢 请大家去看 Josh在FuJ234的频道 搜寻Josh出柜就有了 对 但其实非常精彩 所以我们开始大嘴巴 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开始散播 就像长辈图一样 早上发到群组说 我觉得外国男朋友 后来到了第一次过年 OK我跟他交往是 四五月的时候 我们交往快 五月二十四号 对五月二十四号 你很厉害 但他觉得是那个Junior 反正后来之后 我们第一次要过年了 然后我们就要回家 因为他那时候在台湾 也没有家人 也没有体验到过年 回家的那个状况 所以我就说 好那我就把你带回家 因为毕竟我们两家 我们两人就是觉得 好像可以走很久的时候 第一年哦 我就开始预知到 我们两人可以走很久了 后来之后我就把他带回家 之后呢 全家都知道了 早就知道了 就只有一个人不知道 阿公 阿公 对就是阿公不知道 但我阿嬷就是非常非常喜欢他 阿嬷 我阿公也非常喜欢他 阿公是另外一种面向的喜欢 另外一种面向喜欢说 因为阿公 他在我阿公一点就是 哎呦 好啦外国人 那个家里在外面哦 过年没有回去 然后他就来到我们家 吃饭也好啦 那阿嬷喜欢的点是 阿嬷喜欢就是觉得 哦他是蛮好的这样子 因为我阿嬷就觉得说 那他会照顾你们 我都会说有 虽然有时候是没有 哈哈哈哈 例如猫杀 猫杀 对他就不会帮我亲 这样子 那对 但是我们家里的人 都非常喜欢他 就我舅妈 大舅妈 全部的小孩子 那孙孙子都知道 他是我男朋友 所以其实你在协助 Junior 融入你们家庭里面 是非常没有负担的 完全没有 就带回家 然后全部人都跟他聊天 大家都用英文吗 都是破英文 然后第一年回去开始 每一年都回去 到现在第六年 哦 好赞哦 然后阿公就讲说 到底什么时候要回家 怎么每一年都来啊 但是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笑 是因为全部人都知道 就阿公不知道 而且他们也目前有打算说 如果真的要结婚啊 阿公是不可以出息的 阿公是不能出息 这样我就没办法分一块地了 两百万加一块地 你是总力产业嘛 应该是不会两百万 但又会有一块地 我想问Junior 就是你自己对于 Jush他们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其实 the first thing well they didn't tell me but I heard it and everyone thinks that I don't speak Chinese I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but actually I do understand Chinese but not much and I don't like speaking much so his mom asked in Chinese 他的薪金多少钱 I'm like why you want to know how much I mean but they thought I didn't know so I pretended like what do you mean just let it go yeah let it go 我对他们家的第一印象就是 我去那边的时候 然后他们可能以为 我不会讲中文 所以呢 他们就用中文 问一些问题 但是我就投听了 然后我就听到他妈妈问说 那他薪水多少 但我就想说 为什么要问我薪水多少呢 但我就假装我不知道 这就是我对他们家的第一个印象 你知道其实我爸妈也很喜欢问我的朋友 你赚多少 对 这好像是爸妈的通病耶 第一次就是以那个西洋人身份 到一个中式家庭 他就觉得很赛 他就说 哇你们家人好没礼貌 什么都敢问 对 我觉得这个很精彩耶 所以当下我是看到 两个文化冲击的对立 就第一次你知道吗 就两个人这样 胖 这样子插出一个火花 非常非常精彩 他那个胖也撞到了麦克风 因为那个太冲击了 太冲击了 就是从长辈问说 你薪水多少钱 然后你就觉得 怎么会敢问这个问题 然后他还知道他在问什么 然后重点是我还有回 你有十报吗 我说十万 我想问一下 Josh你们家算是客家的家族吗 客家家族 因为我们刚刚采访完了 同志仁夫周中翰 他就有分享到 他们客家人的问候 最直接关心就是 那你有没有给我钱 对 什么意思 就是客家爸妈关心小孩的方式 有时候就会说 那你这个月有要拿钱回家吗 我们家没有 对 我们家真的没有 因为你们家本来就很有钱的 这样子 应该是 一定是 没有啦 因为我 做牛家堂的嘛 对 对 我们家里小康 对 但我妈自己也很爱工作 因为我妈也是嫌不下来的人 对啊 遗传啦 遗传 遗传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要先休息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这段其实蛮长的 我希望你们可以放一首歌曲 来代表着你们的一些 情感关系 我知道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歌 要不然你自己介绍一下 这首歌是Jason Darulo的 The Other Side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曲 因为我个人就很喜欢 有才华的人 是 但他也很有才华 但是他的才华不太长 他唱得很难听 跟各个有志 跟各个有志 但他长得像Jason Darulo吧 有一点 但他的才华就是 他会做偶尖 然后跟他会做一些东西 例如说 啊 我可能大叫什么 漏水 他就过来 然后拿几个东西 胖胖胖 然后就好了 然后我最surprise是 有一次我们第一年要住一起 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房子 要住进去 然后我们就说 那要买衣橱了 他说不用买 我自己用木头 钉出一个衣橱 全部吗 用几块木头 胖胖胖 钉出一个衣橱 还不是IKEA拿回来组装 那个衣橱是非常非常难 那衣橱是一个角落 所以他钉成一个L型的衣橱 一边是他的 一边是我的 好高级的哦 这个男友教得好值得哦 真的 好缺调哦 对 我蛮蛮互补 那我喜欢Jason Darulo 因为他很会唱歌 很会跳 然后完全中我的心 对 然后他的唱歌的音色 也是很爱转音 这也是我很喜欢听唱歌的 一个技巧的方式 这样子 听完这首歌曲之后 我们回来再继续聊说 关于Josh喜欢Junior 什么样的菜色 我觉得菜色这块 可以好好聊一下 可以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回来聊一下 就是关于Josh 对于贝里斯的这个菜色的印象 贝里斯的菜色印象我 怎样 不需要叹气 怎么了 我们说过 第一次你煮了Belise food 就非常特别 很多没看过的东西 像是 像是 他们吃饭的时候 有时候会加一些果酱类的 对 然后他就说 你要把这个果酱 摘在饭里面一起吃 然后你会觉得很奇怪 但是吃又是好吃的 You know the jelly Purple jelly It's bean Oh bean awesome It's bean 随便啦 就这样好了 It's dough dough啦 What's your signature dish? I think it just depends on my mood I prefer sometime pasta Actually The main dish in Belize is like tacos So Pasta is just because it's easier and I kind of like tomatoes But Most of the time is like the meat and the tortillas and the onions and the pepper Oh Or sometimes Like recently I just did a burrito So I made him try and then he liked it 我通常做菜就是看心情 但是我比较常做的就是意大利面 那在贝里斯我们比较常吃的就是taco 就是有点像墨西哥夹饼 就是叠起来的那种 然后我很喜欢意大利面是因为 就是它很简单 然后我自己很喜欢番茄 那有时候我会做那墨西哥卷饼给Josh吃 那里面可能就有洋葱啊 番茄啊 饭啊 这类的东西 这也是文化的冲击 自从我刚刚教授第一天开始 他就开始做墨西哥卷饼跟taco 给我吃 然后这真的是非常好吃 非常非常墨西哥道地的料理 然后我们再去吃别的taco店 这是超级烂的 那种墨西哥三天就是他们真的是 骗台湾人钱的taco 还是你们要开店啊 You can own your shop Too much work 太麻烦了 怎么听起来有点幸福啊 还好了 我也会想要问一下就是 贝里斯在台湾 有没有这样子一个社群 就是都是贝里斯人来台湾的 可以交流的一个平台 或是团体 We Not a lot of people are here But I have one of my co-workers who's also from Belize So we normally just talk at work But it's not a community that I would always hang out with I prefer always being with my closer Asian friends Because I studied here So I'm closer with my classmate 其实在台湾没有很多贝里斯人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一个所谓的贝里斯的社群 那刚好我同事有一位也是来自贝里斯 所以我们就是上班的时候会聊聊天 然后其实我更长的是花时间 在陪跟我比较亲近的亚洲朋友 那因为我在这边念书 所以我就会跟我的同学们比较要好 我想要问一下就是 其实Junior的妈妈有来到你们家住了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妈妈来的时候 那当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你们那时候有出柜吗 她妈妈应该不知道哦 Your mom don't know right I think it's obvious 她觉得很明显 Because we don't talk about it So we live in the middle room And she lives in the third room So it's like we're always in the house And it's just three of us So I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 Just don't talk about it But then she likes Josh So she has a problem with me She would speak to Josh And then Josh would talk to me But it's like always She never tells me She tells Josh 我妈妈来的时候 我们住在中间的房间 那我妈妈就住第三间 那其实我们平常都在家里 所以其实很明显 我们关系是很明显的 But我妈妈很喜欢Josh 就是我们之间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妈妈不会跑来跟我讲 我妈妈会跑去跟Josh讲 等一下你解决了婆媳问题 而且你是跨文化的婆媳问题解决 你怎么收买的 没有很常的时候 她妈妈就一个人心情不好 然后我就跟她聊聊了 她就哭 她说 因为Junior又骂我 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就把很多秘密跟我讲 然后就会反问她 我说你干嘛是对你妈妈这样 她说你妈妈怎样怎样 就开始骂她 然后就觉得 她就知错了 这样子 很多时候 然后妈妈就觉得 在这里获得一个宽慰 对获得一个宽慰 你把她修补母子关系 也还OK啦 有啦 一开始她说她妈妈来 就是我是不反对的 对我就说 那就一起来住 然后我们就从鼎西搬到土城 然后就开始在土城生活 跟她妈妈一起住 两年多吧 对对对对对 所以妈妈进来之后 带来更多道地的这个 贝里斯的文化或料理吗 没有 因为妈妈眼睛不好 所以比较难 但妈妈就是也嫌不下来 就一直帮忙洗碗之类的 对 所以并没有太大 生活上的差异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块就是 我们刚刚已经为大家介绍了 他们两个家族的交流 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些 可能生活的趣闻 是交流还是交锋 那个她来我家是交锋 但我跟她妈妈是交流 对对 她显然在贝里斯 可以就是混得很不错 真的 因为你知道婆媳问题 其实即使是在台湾的本土的 这种国内的 还是会发生 都会发生啊 我觉得应该个性吧 对啊 因为我们接受任何事情 我觉得我蛮有同理心的啦 那其实台湾目前 虽然已经通过了同婚专法 但关于跨国伴侣的权益 其实是受到严重的侵害的 因为现在在现行法规上 跨国伴侣适用的法律是 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 那我们从法律条文里面 就可以知道说 就是现在跨国伴侣的母国 也必须同时承认 同志婚姻 这样子两个人在台湾 才能同时缔结关系 以台湾的现况来说 台湾的同志 目前只可以跟其他 27个国家在台湾登记结婚 因为我觉得 对于DRUSH人 应该说是个冲击吧 毕竟在四字七十八的时候 看你们的频道 其实你对于婚姻 是有很多的想象的 是没错 但专法出了后 反而对你们跨国同志 是有一些限制的 你当下会有点沮丧吗 当下很沮丧 因为七十八跟我 我是跟他一起欢呼的 因为那时候我在现场 那时候我在现场的时候 刚好录一个节目 叫我们结婚吧 然后看到很多家 我都结婚了 然后以为我可以结婚了 过一天还知道说 哦 我不行 因为那个要母国承认 才能这样子 然后当下就想说 原本以为有一个 真的有一个完整的未来 这样想会太严重了 就是原本以为 哦 我的人生终于有一个目标 终于有一个 我可以40岁后稳定下来 但后来还是一样被打乱了 很多人都是这样跟我一样 因为我周围很多人也是 交外国男友 但周围很多朋友 因为这件事情 然后一起在做一些动作 还是在继续努力 继续加油 正在争取自己的权益 对 其实近期呢 也是有在演你修法 所以我觉得未来也算是难讲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 关注跨国同志办理的 婚姻自由权 那我觉得可以来聊一个 比较你知道 严重的问题 关于婚姻嘛 已经都讲到了 你们对于未来 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因为其实像Josh 就是要30了嘛 所以会考虑到 应该是买房啊 买车啊 共同志产啊 等等的 你们整个讨论法 我们讨论就是 我们两个要一起 买一层房子 他没有了 他都会会来 偏空白 I think I'm the one that always wants to buy but I think he's the one always telling me no and he only looks at it more convenient for him for example like buying a house I don't think we need to buy a house because you can rent a house and you can move around whatever you want but he's like but if we buy a house then we can live in there I'm like no we just go to Jong Lee 关于买房是 Josh是一直很想要买一个房子 但是我觉得 其实不用 我们可以就是租个房子啊 这样子如果要搬家的话 就会很方便 而且 最后我们可以去租他中立的家 因为我们中立有房子啊 是 对 但是你刚刚听一下 你也是想买的啊 我是想买 就是想要有自己的一个空间 可以布置 对 因为周围的同志 朋友结婚了 都有在买房 一起在住进 新军然后我们都去参加很多人的新剧party了 然后就是啊 看到别人有一个 也是外国人跟台湾人啊 看到他们两个结婚 然后还有一个那么好的空间 可以度过余生 然后一起创造一些 自己的私密空间 就是好棒 但他都说我们可以回中立住 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 他比较务实一点 我比较想象力比较强 对 因为求婚也是你在求婚啊 对啊 每天都求婚 对 那我们可以聊一下 就是关于 Junior在台湾的生活 因为其实如果要 规避掉这个 使用跨国伴侣的 这个同志法以外 其实可以使用 规划的方式 规划为台湾人 对你而言 你是有这个想法的吗 你也需要 计 Desmond 如果加入 如果能够干几个 如果能够 能够对 至于平均 就算了 但对 政治与华 它必要有很多 的间调 and sometimes it's like he pretends that if you don't fight everything is happy and I'm like no you need to fight to be happy because you need to know what the other person is thinking so it's always hard for him to tell me what he wants for me it's always like I say what I want and what I want to do and for him it's like I hear from my friends or from his YouTube channel what he's planning on doing I'm like wait and tell me 我觉得我可以不用规划成台湾人 就是如果要为了要结婚的话 这个其实不用 然后我觉得如果要结婚的话 可能还是要看Josh的成熟度 就是我们对于婚姻这件事情 能不能够有沟通这样子 因为有时候Josh可能就会觉得 我们不要吵架 这样子很快乐就好 但我觉得就是要吵架 因为吵架你才能知道 你们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我有时候都会 从他的朋友 或是从他的频道上 才最后知道他想要做的事情 他总是最后一个 才知道你的下一步为Josh 现在不会了 以前比较可能 对 我觉得其实这一块 刚好可以接到我们最后一个固定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想要请你替我们描绘一下 如果今天要请你写 我的家庭这个小学时期 辟邪短篇作文 你们会怎么写 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你们对于未来是有一些共同的想象的 那是时候可以来一起撰写这篇 我的家庭这个作文 没错 我的家庭是指我的家庭 我的爸妈 还是我现在这个家庭 这其实是可以根据你来去做的判断 因为家庭本身就可以延伸成为 原生家庭 现在的家庭 或是他两个家庭都可以绑在一起 因为家族是可以连结在一起 因为我们有些来宾他会觉得说 现在对他来讲 他的家就是跟伴侣这个 他跟原生家庭的关系比较脱节 所以他的归属感可能是来自于 跟现在的伴侣 或者跟比如说像可能变装 他们可能就自己有一个社群 他们是更有归属感 那现在对你来讲 如果说两边都有归属感 那你可能都可以提到一下 那如果说你的归属感 比较来自于跟junior 那你就可以描述的比较多一点 我可以讲 我可以先讲 好 我的家庭 我希望未来 我跟我的伴侣 就算病了 就算老了 也可以鼻子牵着手折下去 就算在简单的海汤上 喝酒聊天 我觉得那就是幸福 Junior 我为什么要跟他说 我很常闭着眼睛 看到我们两个躺在沙滩上 然后再喝酒 老的这样 因为有时候闭着眼睛 都看到我们的未来 就是看到我们两个 就算老了 还是牵着手 然后躺在海滩椅 然后坐着 然后喝酒聊天 我觉得那就是很幸福了 我认为我更喜欢 一个家庭 在一起坐着 吃着吃着 不是喝着 但是吃着吃着 在台湾的全部都是高粱 是一种太多的 或威士忌 但是我们有 像我说 我有一家庭 所以我们去训练 所以我们去训练 它是三或四瓶 的威士忌 和沙滩 然后是一种太多的 然后只有四或五的我们 所以现在 现在我们去 我会出门 但现在他会出门 所以我们去训练 所以我们会出门 家庭得到一家庭 之前我们会出门 所以我们会出门 所以我们会出门 我一直在一起 人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会出门 所以我们会出门 所以我会出门 所以我一直在乱里 好,我們去見你的家庭,因為我們可以坐在一起吃 我想像中我的家庭是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吃東西 那Josh常常就會說要喝酒 其實在台灣,前面有講到我有一個台灣的家庭 那每次去的時候他們就會拿高粱、威士忌出來 我都覺得太多了 然後可能我們只有四、五個人,可能就好幾罐高粱 那我以前去的時候,我可能就是先醉的那個 我其實蠻喜歡去Josh他們家 就是可以大家坐在一個大桌子上,然後就一起吃飯聊天這樣 因為在我們家都是一個圓桌,非常傳統家庭圓桌 阿公在中間旁邊都是家人家,然後我們坐著一起吃飯 他很珍惜家人一起吃飯,一起聊天的那個時刻 而且聽了他們的故事發現說,其實大家會覺得說 好像跨國的兩個人,好像會有很多的衝突,很多的摩擦 可是其實我們做了這麼多集,就是關於家的主題 感受下來會發現,哇,他們其實連結是我們目前訪談到為止 來賓裡面最緊密的,就是彼此的原生家庭其實是扣最緊的 因為很多人可能都只是一起北漂來台北之後 然後認識了彼此,然後偷偷結婚,然後不跟爸媽講 但是他們就是彼此的家庭都知道,而且是很喜歡跟彼此的家人互動 而且綁得非常緊的原因是因為他媽媽其實行動不方便 但我都會照顧他媽媽,他上班的時候他媽在家裡面無聊去陪他媽聊天 然後爸媽量可能血糖指數就之類的 甚至是長照問你都處理了耶 真心希望台灣未來可以快一點通過我們的跨國伴侶同婚專法 因為其實這一塊一直都是有缺失的 我不希望說可能真的有遺憾的時候才去做彌補 這樣都太晚了 還是有很多人,我聽到很生氣的是說 這個法案又不是很多人需要,為什麼一定要成立 但是就是會有這一群人,像我們這種情侶,就是需要 就是有,人就是要追求一些基本權利包含自由、平等、參政等等的 那未來要如何關注到二位的資訊呢? 如果的話我的話可以在我的IG搜尋JOSCHUNG0723 那他的IG是BADEDUC 大家也可以到FJ34的Youtube看我們的影片哦 大家也要記得到我們各大Pocket平台訂閱甲板日誌 還有我們的IG給MD跟安迪的 WSJ0309 每週四五六晚上七點記得調頻FM96.9 大家掰掰 掰掰 彩蛋 好,這個故事我要講一個彩蛋 就是我們那時候剛做FJ34的時候,然後我非常非常忙,然後都在剪影片 然後他就會說,你不要再做那些垃圾東西了 然後我會說,我會說FJ34是炒了很多次架 那後來怎麼解決的? 後來就是看到,我們FJ34開始稍微賺錢了,他就相信這是一個商機 因為,因為, normally,我會說FJ34 然後,你會說FJ34的工作 while you're actually working. 不要再做一些奇怪的内容了,不要再说,哦,我跟外国人交往,哦,外国人啊,他个性一定怎样怎样,不是,是每个人都是个性都是不一样的,对,我们也很常遇到一些人说,为什么你不稳定,我爸妈一直问我说,为什么不稳定啊,做什么东西啊,所以结论就是,呃,人就是人,不是因为他同事婚姻合法才能结婚,就是人就是可以结婚的,